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日本人不用玉柱功法 也不用这个更高强度的滚凝土结构来盖房子 而是使用特殊的保利笼作为建筑的材料 没想到这种保利笼屋反而是超级耐震的 挺过2016年4月份发生的雄本强震 而且也成为了灾民最佳的避难场所 我们就带您到日本去看看 放眼望去一颗颗球形房屋冒出头来 背后还衬托着好山好水 而驱车的沿路上 除了球形还可以看到长形 活像是爱斯基摩人住的冰屋 不过这里的位置 却是在日本北路三线之一的石川县 走近一看 这白白的墙面不是冰雪 而是由石川县业者开发出的特殊保利笼材质 所建造而成的保利笼屋 目前全日本已经有一千多栋这种特殊建筑 外头看起来密不透风 走近里头却相当宽敞舒适 现在除了作为一般的饭店设施 还出现了餐厅以及办公室 但可别听到是保利笼盖的 就认为它不堪一击 看看这20公分厚的墙 怎么拍打敲打都不会凹陷 因为它跟市面上的保利笼很不一样 比比看材质 画面右边是普通的保利笼 一般发泡50到60倍成型 而这特殊保利笼的发泡倍率 相对较低只有20倍 因此密度更高也就更坚固 木材的样子 无论台风来袭甚至厚重积雪 都不容易被吹坏或者压垮 而为了对抗保利笼最大的天敌紫外线 业者也在墙面涂上了特殊涂料 让它不易腐烂 加上有隔热的效果 能有效预防火灾 甚至因为室内外空气相差了7到10度 因此在屋内也能感受到冬暖夏凉 目前已经获得日本官方的建造许可 而如今这种特殊建筑 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 起因于今年4月的一场强症考验 这号称500年来最大的强症 重创雄本县 在当地酿成严重灾情 不过看看位于重灾区之一 南阿苏村主题乐园里头的 450栋保利龙屋 尽管经历好几次的剧烈摇晃 却依旧完好如初 而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构轻 加上只有一层楼的高度 不易坍塌 现在人是受灾灾民战时的避难场所 幸运挺过灾难后 来自四面八方的询问不断 其中就包括了在一年前 经历规模7.8强症的尼泊尔 一场天灾浩劫 共夺走八千多条性命 超过八百万人受灾 也让尼泊尔当局意识到 防灾的重要性 因此现在寻求日本业者的协助 完成了这张最新的学校设计图 使用保力龙当建材 耐震性高持久性强 甚至大幅降低了木材的使用量 或许步骤的将来 就渴望出现在你我生活的街道当中 今天非常谢谢理事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告诉我们很多正确的一个观念 当然更希望大家 能够共同建立正确的观念 让我们的住宅环境更为健全 今天非常谢谢您加入T观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